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由美国飞虎队传播协会和美中和平友好促进会共同主办的 飞虎队中美情中美交易墙揭幕典礼 即共同的抗战图片展日前在美国洛杉矶举行 当天首先举行的活动是 共同的抗战图片展美国巡展启动仪式 美中和平友好促进会会长陆强表示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即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列席2015年中国全国政协会议的海外侨胞 收集了珍贵的抗战史料 反映了海内外华人华侨齐心抗战的历史 美国飞虎队传播协会会长许兆礼在开幕式上说 通过了解这部分历史 我们希望我们中美之间的友谊可以更加深厚和长远 我们美国飞虎队传播协会牵头组建的这个中美友谊墙 飞虎队中美情终于落成了 在这个友谊墙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珍贵的 有关美国飞虎队历史的照片 其中包括有一封信 是从陈纳德将军亲笔写给朱德总司令的 感谢他的部队营救了美国飞虎队的队员 铭记历史呢 我们是为了更好的展望未来 那我们了解美国飞虎队的这段历史 就是为了更好的让中美友谊能够代代相传 陈纳德将军外孙女Neal Calloway表示 当今世界面临挑战 中国和美国有责任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和美国必须成为合作伙伴 他用飞虎队仍然活着这句话 表达了他对美中关系和美中友谊的期盼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张平在致辞中也表示 以美国飞虎队和驼峰航线运输队为代表的中美并肩作战的历史 象征着两国人民在浴血抗战中结下的深厚友谊 贸易战对中美双方的经济都不利 洛杉矶当地政府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目前仍会积极推动中美之间的友好经贸合作关系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杭蒂洛杉矶报道